这,渐渐老去的我们,人,往往在贪中失去幸福,在忙碌中失去健康,在怀疑中失去信任,在计较中失去友情缘不争,一身轻,事不比,一路顺畅,心不求,一生平静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,没有必要去复制别人的生活,有的人表面风光,暗地里却不知流了多少眼泪, 有的人看似生活窘迫,实际上却过得潇洒快活,幸福没有标准答案,快乐也不止一条道路,收回羡慕别人的目光,反观自己的内心,自己喜欢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,自己喜欢的活法就是最好的活法,不知不觉中,我们渐渐老了,累了,该歇就歇,身体重要,困了,该睡就睡,别总熬夜, 饿了,该吃就吃,别再节省,一辈子很短,眨眼就过完,不要把好东西留到最后,省来省去,啥都得不到,别和小人计较,别和家人生气,别和自己过不去,别让心情不美丽,活一天,就开心一天,过一天,就舒服一天,迫是不放心里,两耳不听碎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